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回到第二节 这一节是Crossover 神秘之夜 是指现在地球人尝试 寻找一些联络外星人的方法 对 因为苦苦都未等到真正的外星人讯号 所以现在是自己找人扮外星人讯号 来传给自己 让自己猜 现在听起来是如此无聊的事情 我不觉得是无聊的 当然不是 否则也会拿出来说 为什么呢?试完读石时期时 我收入语言学 当时有位教授也挺有趣的 他当了一个考试题目 他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外星人时 有一套远景或字典 我们说什么外星人能听得明白 或者外星人能说我们能听得明白 在语言学上是否成立 这套戏第五元素也有类似的情节 就是女主角是外星人 他跟一些对情人谈 初头说外星话 听不明白 按电脑的按钮 他继续说外星话全部变成英文 但教授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跟另一个语言系统的人 去谈论 后面需要一个共同的背景 为何我们听得明白呢? 因为大家有共同的背景 不是纯粹那个符号 大家是共同的背景 这要比较一下 你想想如果是埃及古代文字考古 你从考古现场看到的东西 你大约会猜到是对应想说什么意思 你起码就先把范围大大收窄 但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有一集我说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找到几个钢 那几个钢上面写到一些字 大家是不明白的 但原来在对应的是 原来那些是用来安装的香料 那就是说金字塔里的 对的 所以应该是用来尼罗河 不是说美索不达米亚 就是如何醃过头那堆香料 你因为在那个场地 也知道那里是中间的东西 那你就有办法很容易翻译 你抽空了这个 context 其实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如你在某个地方挖了一件东西 有机会扶在那里 你肯定是否则是字 现在考古学上不知的鱼都已经有问题了 譬如你在二里头那里 说下潮那些挖了一些鱼 在上面有符合 那符合是否是字呢 是否是字呢 他画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没有了这个背景是否则是否则是 不过问题是如果外星人 假设一样他和地球人 大家的生活经验是完全不同的 你说是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考 学术问题 不过原来在美国有一个机构 智库是认识过这个问题 是认识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找另一个节目先说 但是有一个说法 这是Carl Sagan的说法 他有一本小说叫Contact 他说如果外星人要与地球人的元术 最基本样是什么呢? 是数字 数学本身是藏着一种宇宙真理的 你本身数学这件事 我们今天也会有题目 他会讲与数学有关 大家应该都会有1加1等于2的概念 应该是 因为这是恒真 就是所谓理论上 三角形内角和要加上180度 如果在二维平面上 是任何时间 以地球人的想法 以地球人的想法 这是真理来的 如果外星人说 他没有可能否定这是真理 所以很久之前 不知道是哪一艘太空船 传了一艘出现的 就是航者 那碟上有什么数字 好了 我们铺牌了这个 就是说现在有人尝试 去模拟一个外星的讯号 给地球人 看他能否解读得到 而做的过程应该就是 我们现在节目正在做的时候 他应该就开始做这件事了 而且整个program 他的program的名字是什么呢? assign in space 就是在一个宇宙间的一个讯号 他的计划内容就是 他们控制一个仪器在火星上 在现在这一刻就写一些讯号 我们收到这个讯号 里面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然后大家一起逗快解读 背后是想说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是这样的 那个无聊 也不是那么无聊 听到就觉得自己传一些东西给自己估计 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当你当是一个实战的时候 你怎样去尽快解读到 这个讯息的内容 你用那个想法 那个想像和研究的过程 是远远比你实际的模拟 我会觉得 是 但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证实了 confirm了外星文明 我想整个地球的看法都不同了 他们会不会先进去我们 他们会不会打仗 他们会不会有很高的导致水平 这些全部后面的问题来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得比较远一点 以前我们很多时候 在打抗50、60年代开始 其实我们可以开始收到外面的讯号 是 会不会有些Twitter读错了 是一些以为是有文明的讯号 我记得Pulser Pulser是 发现宗子星的时候 因为发现了一个周期性的东西 我们很难想像 宇宙有什么可以表现到周期发射的讯号 除了我们地球上的机器之外 所以当时看到宗子星的讯号 会不会觉得是外星人比例的讯号 当然了解了背后的物理学的机制 你会发现这些是物理 换言之下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讯号 是人为还是自然界的呢 我们是否看它里面有没有Pattern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把统计学和语言学 放在一起去研究的那回事 我自己会这样估计的 你刚才说数学可能是其中一种共同语言 我读物理的人会再想多一点 我自己会认为 就算外星人也好 它作为一个生命体 它照计凡是生命的东西 都可以呈现一种局部逆伤的过程 所以你问我 《二历学第二订律》 都是它们不能够违反的东西 而且在它们的文明上 如何超越那种 四种基本物理力给它们的限制 例如它如何冲破重力场 离开自己本身的星球 而且它们一定要面对一个 要採集能源去供应自己身体的过程 其实简单用人话来说 我认为无论是外星人或是地球人 都有银食的问题 差在没有供楼的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要我估计 如果有人扮认外星人 要传一些东西 我第一件事是想想生存最基本需要的东西 具体例子是如何? 如何食物 如何采集足够的食物给自己 但是你不是一定像我们想像感食的法 而是它需要吸收一些能量 要转化成自己 而且它会认识有一种 你问我 以我有限的那种生化学知识 这世界上应该已经证实存在着 超过一种光合作用的机制 你是不是一定要用业络素加上阳光 公司能够出的那种高能量的罪合物 应该是不需要的 应该是有其他的机制可以做到的 因为其实 太阳能这种由光转电 然后再产生化学变化的效应 也是另外一种 用光来产生化合物的一种 pathway 其实我觉得 他们了解采集能源的化学 把能源变成体内的能源 这种生物的机制 以及如何跳脱物理定律 尤其是引力这些东西 我认为是他们避不了的问题 是 用我们的经验吧 但有一个很著名的数学家 Foren Neumann 他也想过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真的有的话 在我们这个预测的赤道 那些已经不可能是肉身 一定是机械 当然机械也可以有 机械也有生化问题 对不对 但他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经过这么长距离 从很远的星球过来 他不可能是我们这种 只有数十年寿命的生命体 yes and no 你的意思是他们有走捷径的方法 又不是走捷径的方法 会不会是我们找到一套机械 可以维持肉身形式的存在 或是我们已经放弃了肉身 而是用机械形式的存在 这个我留给大家想像的 如果我们说Ener Turing 他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 就是我们的意识 可否全部将它 encode 放在另外一个 载体上 好了 根本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为什么你会说 假设外星人说我们 现在你传讯的信息 这是什么信息 这是地球人的语言 我认为它完全变成一个 纯粹是一种 我不知道是否是0011 高低起伏的讯号 诸如此 是analog或digital 我都说不到 但它里面是否一定是 一个语言变成一句说话呢? 我会这样说 是否他们现在在做的事 是一定要假设外星人要说我们的话 我想他们不是在假设这件事的 我想也不是 但是有一种共同的讯号 这是可以反过来的 我们现在要传讯一个信息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要确定对方在很远很远的星体 摄取所有信息 他要知道这是一个人造的信息 那我们会作出什么信息 这个我不会够 如果他们想传东西 想传什么 我们是人类自己示范了一次 我们尝试告诉他们我们在哪里 我们认识自己以为自己在哪里 他画了一个男童的裸体 为什么告诉他们我们不穿衣服 然后可能外星人收到的回复 就是说请勿再发裸照 如果有外星人收到这个的话 他们会肯定那样东西是人造的 这个最近也引起一个争论 哈佛有个天文学家 阿弥陀佛有一个滚石穿过太阳巷的时候 他说那个是太空船 他还在哈佛教学校 我和阿弥陀佛这个人我们节目也说过 这个人很厉害的 是吗? 我自己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 听过有一次他从哈佛来纽约那里说话 这个人是 我记得当时有位教授说 always bubbling of ideas 有很多巧合 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而且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本身犹太人 他说的英文是没有口音的 他说的英文是我觉得最容易听的英文 所以我很喜欢听他的东西的东西 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问题 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件东西 就是这件东西 他说这件东西其实是太空船 我这件东西就想多了 但他现在没有被人抄罢了 没有 即是这位朋友 那件东西可以正义的 是可以的 就算说到Roger Penrose这些人 他也试过出了很多错误的东西 这些东西也没什么所谓 你不是被人发现 你透过推卖这只太空船 然后自己在外面谋利 应该没有人 他现在去挖 他带队 他说有另外一个撞到地球 应该是巴布的新击浪加 然后下来 他说那只可能是外星太空船 他一带队就去挖 不然这个 很神秘之事 如果找到他上来的神秘之事也好 但问题是现在他在火星射回信号 你猜是什么信号 嗯 猜是吗 现在大家都有份要调整他 我用了一个最没有想像的想法 我其实前面也有提及 他如果有心发布一些东西 让你尝试与外界接触 他可能会纯粹说回一个企图自我介绍 或者告诉你我认识自己是哪一种感受 我回应先说 你见到你第一件事要说是什么呢 你好 是打招呼的 是吗 是打招呼 或者问你能否看到我 我能否看到你 其实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看几年前的《Avatar》那部电影 我想他们是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真是一个外星文明接触人 他们第一句他们会用一个什么形式 那句打招呼说话大约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们也会想到是借着动物的沟通方法来说 因为很多时候原来说猴类人员 他们不是没有打招呼这件事 他们很多时候是一个姿势 未必用语言表达出来 但他们会用一个手势情话告诉他们 我看到你 那句话就叫做I see you 第一句打招呼就是I see you 原来就是这样的打招呼方式 我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离不开我们的五官 如果我第一次见到你 如果你是友善的话我会跟你握手 即是大家有一个 有一种叫做 皮肤上的接触 然后就告诉大家 我不会对你有敌意 你不会对我有敌意的意思 这是第一件事 但现在你不是直接看到你 而是一个信号 信号有几多个Dimension 就是我眼看到 我耳听到 我闻不到 但后两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我相信这个符号应该是一个声音 但是这个声音是不可能直接传播给我们的 所以它应该是用一个Digital的形式 现在也是的 假设你要电池信号 才可以更无缘分界 是的 而且是有Pattern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估计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大家有兴趣就去看看 即是Assign in Space 即是Project 大家去看看它公布了 信号现在下来了是什么呢 代表什么呢 大家一起玩一个集体猜迷游戏 但为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先补文 先传了信号下来了 接着那些人解释了 其实这个是流的 其实是假扮出来的 其实我们没有发布任何事 是没有外星人发布任何事 因为这个是曾经试过的 有一个著名的导演奥尊威尔斯 在1930多年时 他看了心机广播 现在外星人下来了地球 正在进攻我们 当时那些人的反应是真是相适 每个人都会上街 接着他被电台炒机会流鱼 好了我们这些自由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